最後一回合 鍾燕準備 請 子弟 我的答案是A 我們的選項很少有點點點的 對啊 點點點 對啊 點點點是 生氣時就發什麼點點點 什麼意思 不是 他傳的訊息過去 然後他在生氣 他就只發點點點 就發點點 對 只發點點點 我跟朋友去吃飯喔 他就點點點 男生最討厭女生收到訊息 來的訊息 就只有點點點不知道幹嘛 是不是 只發點點點的人不多吧 就發點點點喔 可能 真的要看嗎 要不就表情 要不然就是幾個字兩個字 可能日本的女生吧 他們比較 我自己也會發點點點 你也會點點點 那是無言的時候 無言 對 中葉怎麼講 我的角度思考的話 因為第一個 那個B的選項沒有看懂 就發點點點 我會覺得說發什麼東西 好像話沒講完 那如果這樣 但是出門吃飯 要傳照片這件事情 我個人其實還滿 對 尷尬的 在我 班傑呢 我是覺得 要穿照片 是一種互動 因為愛對方 所以應該的 對 我就是會叫他喘的那個人 是吧 因為我在這邊表演做人 對 對 這演好男人 你學壞了 你以前不是這樣 對 應該是這樣子吧 是我就來的 你會要他傳照片嗎 會 會 因為班傑太帥了 我是你 他出去我也不放心 真的 跟誰吃飯傳給我看一下 對不對 對 忠義 大哥是對的 大哥是對的 出門吃飯傳照片 是地雷冠軍嗎 來 記錶 他還沒看懂題目耶 這本這個調查男生 最討厭的女生 傳的五種訊息 在第四跟第五名的部分 都跟你傳的東西有關 最討厭的是 女生在生氣的時候 傳點點點 或者是打一個 就是感覺要跟你冷戰的開端 還有在打這個訊息的時候 都不用表演符號或斷句很奇怪 也讓男生感到非常不耐煩 但是前三名基本上 都是討厭女生掌控育很強 比如說會問你說 筆記店下班 你現在到家了嗎 或者是你跟朋友出去聚餐 這個餐廳他知道是哪一間 他還要推薦你 你要記得點那家東西的什麼 以及大家最討厭的第一名 就是跟幾個男生出去 聚餐的人有誰 在哪一家餐廳 你們拍合照給我看 甚至現在還會要求得更嚴格 你要拍到那個餐廳 後面還有時鐘 看得出來是這個 此刻拍的照片 也讓男生覺得非常吃不小 來 綜藝 加油 好好選 命運獎金數 最少兩千 最多兩萬 有歸零 請選擇 感覺一下 先不要預設任何想法 你的靈感慢慢地走 恭喜歸零 四號是兩萬 天啊 那一邊的都大 一萬兩萬的都在左邊 你的左邊 怎麼那麼會挑 最後反攻的機會 請注意 掌聲一提醒親朋好友減肥 用詞很重要 請問如何表達 才能夠有效讓對方減肥 A直說哪裡長肉了 B關心生活狀況 好 我的答案是A 鎖定 親朋好友要對她用說什麼 可以幫助她減肥 我覺得直說了吧 有親朋好友 親朋好友 對 親朋好友 不是 你雙下巴咧 是嗎 在這種 有游泳圈耶 這種是不是 你這樣胖下去快死了耶 這個 這個 這個要這麼直接嗎 你現在 夠好呢 就這樣子講了 接腳 漂亮 直腳 OK 在美國有一種詞 叫做肥胖羞恥 就是當這個人呢 已經被大家說她很胖的時候呢 她有時候會產生 自暴自棄的心態 反而會暴飲暴食 所以呢 即使你要關心別人希望呢 她可以維持一下體態的時候 你可以用一些話語喔 比如說最近是不是壓力很大啊 或者是有什麼煩心事嗎 要記得吃得健康一點喔 都是比較隱晦 但是又表達關心 可以讓她往自己更好的方向 去走的一些方法 CINDY 29秒兩題沒問題 好 請主題 根據營養師表示 哪一種水果在切片後冷藏 與整顆水果冷藏相比 維生素C的損失比較多 A 哈密瓜 B 西瓜 我選A A 鎖定 冷藏以後反而 維生素C損失更多 嗯 被清香 被冰箱吸走了 切片後的 那西瓜不會被吸走 西瓜 它比較涼 它是水分嘛 所以水分裡面 這是有其他的營養素 而不是 維生素C 西瓜 也是對的 來 解交 漂亮 好 之後我們會把水果切好之後 就會看到它顏色開始的氧化 變身啊 或者是它看起來色澤就沒有那麼好看 就會擔心 是不是它外表變成這樣子 它營養成分也因此流失很多呢 但是在這邊要告訴大家 其實呢 基本上 多半的水果 它的營養成分 在切好之後 放到冰箱 冰了一陣子之後呢 它的營養成分 流失的比例不到5% 這當中呢 吃哈密瓜 它流失的會最多 維生素C的部分 會流失25% 但是呢 像是裡頭的分類呢 其實流失的就不多 因此 其實大家呢 是可以放心 把水果先切好 冰在冰箱裡頭 隔天 它在使用的時候 營養價值依舊很高 班傑 該你表演了 OK 命運獎金數 最少兩千 最多兩萬 你是唯一歸零 沒有難過感受的人 加油了 請選擇 加油 靈感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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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厲害 好厲害 不要放棄 好 一定要答對 15秒 好 請主題 我選A A 鎖定 巧克力 巧克力餅乾搭香蕉 是運動後最好 最適合的 是 因為那個 香蕉它有很多 營養素在裡面 運動前後 加離子 是 對 然後巧克力抗憂鬱嘛 然後餅乾要看哪一種餅乾 我在想可能是那種白餅乾 比較就是只有 不太有很多化學的東西 在裡面 然後運動完吃冰淇淋 好像太甜了 熱量 太高了 起 接 腳 最後一題 有沒有反攻的機會 怎麼會這樣 怎麼會這樣 怎麼可能而已 是中學的 對啊 這一點大家可能想像不到 為什麼在運動過後 適合去冰淇淋呢 我們來看看在運動之後 要補充哪一些的營養素 包括了糖類啊 蛋白質 水分跟電解質 那像是呢 在冰淇淋當中呢 就可以幫助我們補充乾糖 那另外呢 有一些冰淇淋裡頭呢 還很有鈣質 那像是牛奶本來裡頭 就有鈣質嘛 這都是適合在運動之後 來做補充的 而且呢在運動之後呢 我們全身非常的燥熱 這時候呢吃一點冰 可以適度的幫助你降溫消暑 但是記得不要過量 以及糖分不要太高 所以呢比如說你的體重 大概在60公斤以下的話呢 在距離運動完之後呢 你是可以吃兩球冰淇淋 跟一杯牛奶的 最後的總成績 三萬一千三百元 只因前面的立下的基礎 打得好 恭喜陳恆威 輸醫生會員 謝謝 謝謝 送我們那對小夫妻 什麼禮物啊 我要送給你們的是 GESA智能手沖咖啡機 給我們找一個鹽巴 搭配了APP雲酸技功能 可以客製化設計 咖啡的沖泡技法 獨特的唱盤是 旋轉底盤 每分三十三轉 智慧型分段助手設計 精準的掌控溫度和時間 豐富時刻創造景點 謝謝 謝謝 每分鐘三十三轉喔 謝謝 好好的運用你的智慧 掌握住機會 創造獨一無二的命運 不要了 朝一到朝五 晚上九點準時鎖定 全民星空略樂 拜拜 走馬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兩個意志題目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民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